已经很讨人喜欢的你,在未来会更讨人喜欢 作者蔡康永,朗读者文岳 已经很讨人喜欢的你,在未来会更讨人喜欢 我那天碰到阿南,他说他觉得你人好好,又漂亮 一起唱歌的一个礼拜之后,小哥这样告诉坐在他旁边的鼓鼓 呃,阿南真的有这样说吗?天晓得,但谁在乎呢? 只要阿南是个略懂人情世故的人,就算他没说过这话 他下次碰到鼓鼓,听鼓鼓提起,他也不会否认的 不会否认,是因为这句转告的话,让鼓鼓和阿南和小哥三个人的关系都更好啊 每个人都开心,没有人受伤害 除非,鼓鼓因此爱上阿南 可是阿南本来就有女友,后来鼓鼓就很伤心 我自己是不会故意去捏造这类的赞美 但如果真的听说,就算是转个三四手的赞美,我也一定乐于转达的 因为这样做实在会让听的人很高兴,气氛会很好 而且听起来,比你自己一味地说一些空洞的赞美,要可信得多了 我的主持工作,使我一定会遇到很多我不熟的人 我如果遇到台语长寿连续剧的老婆婆女主角 硬要说我是她的粉丝 她听了也不会信 说不定老婆婆还觉得我很虚伪 但我如果是用转述别人赞美的方式说 住我们大楼有一位阿公,觉得她是整出戏里最有气质的一个女生 那老婆婆女主角才听得进去吧 至于事实上那位阿公有这样说吗 她可能只是说 那个阿婆到这个年纪还露乳沟,真是有气魄呀 说穿了 我的建议 只是希望让本来就已经很讨人喜欢的你 在未来会更讨人喜欢而已 但如果你想练成的说话方式 是想让别人怕你,讨厌你的话 那就请你赶快放下这本书 把本来要买这本书的钱拿去买武士刀 或者买几只臭幼当宠物比较快哦